在勇次郎的眼中 任牙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何种恐怖的程度 就在刚刚 拳王得知任牙接受了小阿里的挑战 但是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小飞必须在最佳状态下应战 听到父亲的话 小阿里瞬间燃起了痘痣 就连身上的伤痛也荡然无存 整个人又满血复活 与此同时 勇次郎也来到了酒店的门口 强大的气势下的两个保镖呆愣在原地 就在两人被吓得快要尿裤子时 老阿里及时出现保住了两人的小女 这是时隔30年 两位地表最强男人的第二次相见 对于任牙与小阿里的对战 勇次郎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虽然任牙现在还不够完美 但毕竟他的体内流淌的泛满之心 无论是身体机能还是格斗经验 都远远超过现任奥林匹克运动员 毫不夸张地说 任牙的实力已经算是地表最强人类之一 而这也正是拳王阿里所期盼的 两位父亲都想考验一下自己的儿子 而另一边 恢复过来的小黑第一时间找到了烧姜 因为他只要一想到烧姜 身体康复的速度就会变快 小阿里十分极度任牙 因为他不但得到了烧姜的滚爆 同时还得到了地表最强少年的称号 而这两者都是小阿里所渴望获得的东西 为了得到烧姜的爱 他必须将任牙彻底打败 在比赛前众多武道家纷纷开始预测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小阿里会 毕竟小黑继承了拳王阿里的一波 相信他一定会在战斗中达到最佳状态 很快就到了比赛的日子 可以想到这将会是一场生死决斗 小阿里就被吓得冷汗之热 为了缓解紧张 他开始在休息室里疯狂挥瘸 这么精彩的剧情 你不会是独自观看吧 一个人看剧感觉孤单 就去探探找个女朋友陪 探探上面好多漂亮又温柔的小姐姐 脱单可快了 下次追剧害怕了就可以抱紧女朋友了 很快就到了比赛的时间 地下竞技场内已经坐满了观众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场矿石大战 看着任牙入场的方向 小阿里都快要被吓尿了 可突然一道红光炸现在竞技场上 烟尘散去 犯马勇次郎竟出现在擂台之上 看到小阿里终于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勇次郎希望他能拼尽全力战斗 因为最终的胜者 将获得挑战地表最强生物的机会 这将会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对决 任牙静直地朝着小阿里走去 见此小阿里挥出一记快如闪电的刺拳 却被任牙侧身躲过 紧接着任牙一记上勾拳 瞬间将小阿里打倒在地 现场的观众全都震惊了 没想到刚刚交手两秒半小阿里就睡着了 可还未等小阿里反应过来 任牙就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小阿里迅速拉开身位 可任牙却是一脸淡然 下一秒任牙一记段子绝孙脚踢到了小阿里的空 小阿里倒在地上不停地颤抖 可任牙却并未打算就此停手 对着小阿里的脑袋就纷纷地踩了下去 此时小阿里已经不省人事 随后任牙拨开了小阿里的眼皮 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 既然如此任牙也只好使出杀招 他使用裸脚将小阿里牢牢地勒住 强大的力量让任牙的手臂轻轻爆起 现场的观众全都震惊了 难道任牙真的打算就这样杀死小阿里吗 然而就在这危机关头 拳王阿里及时出手就下了蜜子 在看到了这个传奇人物登场时 现场的观众全都沸腾了 然而任牙只是摸了摸受伤的脸颊 能被传说中的拳头打中实属公信 看着倒在地上的小阿里 任牙顿时没了兴趣 因为这样的垃圾根本不配做他的对手 随后任牙转头看向看台上的勇次郎 当即向勇次郎发起了挑战 这一场攻击的背景 要是要是攻击會 现在我们答应给你 行吧 拿起来